同學們,來看一下這個行業市值的運算過程 這個4乘4的一個行業市的運算 我們能夠製造一些零給它的話會比較好 因為做這種高階行業市的運算過程中 我們必須要把它降成3乘3以下的那些行業市 才能繼續把它做展開 我們看到已經有給了兩個零的第一列 只要再加一個運算,就可以把4也變成零 我要讓4變成零的方法 應該就是第一行去乘上負荷加過來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4這個元素變成零 這個元素,元素我就開始了 原來的方程式,剛剛的想法 可以把它改寫成 第一行不動它 第二行也沒有改 第三行還是一樣的 但是第四行換掉 2乘3-2加過來變成零 3乘3-2-2-8 0乘3-2加2 5乘3-2加4 然後接著我們就以2為中心點 我就對第一列展開的意思 我就以第一列來做展開 但是因為旁邊都是零 這樣的一個展開的過程 只有第一個元素去乘上 它對應的3乘3行列式 以2為中心點 畫水平線、畫垂直線 把剩下的田進來就好了 4-1-8 這邊-1-3-2 還有0-4-14 多同學接著再用同樣的概念 去處理類似的相次 我這裡有看到一個0 等一下我用第一行去展開 那展開的過程中 只要把4調整為0就好了 那我想要用第二列去乘以4加上來 第二列乘以4加上來 可以把4這個位置的元素變成0 2乘上 現在的第二列第三列不改 第二列再寫一遍 第三列也沒有動 因為這行列的彼此 這兩列或是兩個行彼此之間的運算 類似我剛剛這樣的運算 是不影響最後的答案 所以可以這樣做 那-1乘上4加4 0 3乘上4 那就12-1 2乘上4 再加-8 那就是0 各同學我剛剛的這個運算 我現在用第一行做展開 但在展開的過程中 同學要留意一下那些正負符號的概念 2 結果 因為正負正負這樣的概念 要考慮進來 除了乘上-1之外 還要再多一個負號 除了乘上 係數本身要拿出來乘 就像剛剛是2 2拿出來乘 現在也是一樣 負一樣拿出來乘 只是還要記得一件事就是 展開的過程中 他會有正負正負的交錯 以0展開的時候 他是正的 以負1展開的時候 他要加一個負號 再以0展開的時候 他又是正的 但是以0展開的時候 因為他乘上0 所以沒有影響 我就不理他了 不寫了 結果寫出 負1這項展開的過程中 他需要的這些相似 他需要的相似 以負1為中經典化水瓶線化水直線 留下了11 還有0 還有4跟負14 就是一個2乘2的行列式 我們在寫旁邊 最後一個就是2乘2的 這個行列式的展開 因為他已經最簡單了 前面兩個相似是正2 現在還要再乘上11 還要再乘上負14 我們把它乘開來看他是多少 11乘上14應該是 4乘1 4乘1 1乘1 應該是154 154再乘上2 所以是308 這個題目我算出來的答案是308 同學們也在用你的方法算看看 看是不是一樣的答案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dab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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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